华财金台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亚洲之星 那么礼拜五行情又涨了13点 连续三天 涨31点 涨33点 涨13点 连涨三天 投资朋友 你的信心是不是慢慢回来了 你的持股也慢慢开始上涨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会想说 马老师 你含的股票 你推荐的股票 真的11月份你又看到了 这些强势个股真的大涨了 来 问题来了 你说马老师 我希望我的持股呢 等我的股票弹上来 回到我成本附近 我卖掉 然后再跟着你马老师 做这个操作 首先投资朋友 你先想想看 接下来的行情 不要说已经大涨的股票 接下来的行情 你的选股比较会涨 还是我的股票比较会涨 你比比看 我知道你的心里说 马老师 你的股票套住了 现在希望他反弹一下 涨个5% 10%以上 你再来做调节卖出 当然很好 但是投资朋友 光是看礼拜五 大盘连涨三天了 今天上市上跪 还有476家是下跌 你的股票如果没有涨呢 时间是同一段时间 台股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连涨三天 11月份 我讲的都是11月份的股票 为什么能够强势的表态 关键的重点 来我们先看一张股票 冰川 最高到30块了 最高到30块了 投资朋友你知道吗 上一次29.95 今天30块 小小突破一点点 10月25号 来我们先看大盘 10月25号 大盘9399 冰川呢 1569的冰川 在这里 在这里 最高21.95 掌声上来 不是说创新高有什么了不起 你仔细看 大盘10月25号 9399的位置在这里 如果用等幅的比例 这是大盘的9399的话 那么冰川已经涨到 12800点了 同样的比例 我不是在这边才给你推荐 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能够掌握这些起涨的位置点 我说我推荐的隐形冠军是台股真的很多好股票 大底结构完成 打了半年 一年两年 甚至五年的大底 重点哦 我今天还会跟你讲一讲八年 八年的趋势开始改变的时候 机会你要不要掌握 这才是最重要啊 投资朋友你会跟我讲说 妈老师 这些股票 过去你看到了 不是只有冰川 还包含了光红 是不是 冰川光红涨一倍上来 哇今天又是开高走低 利多出来反而压回来 该怎么做 过去 我讲冰川光红这些个股 真的一个大底结构 一个隐形换军开始起档的时候 市场上没有人讲 从小量做到大量 从低价做到高价 涨上来涨了一倍 好多分析都在讲 这个月呢 传奇 传奇是不是大涨上来 好多分析都在讲 传奇在11月8号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说他的产品跟绳有关 这个绳字有关 我不是选川普 也不是选希拉蕊 我选传奇 我票投传奇 11月8号 还在投票的时候 你现在回头看一看 传奇 11月8号在这里 第一天带量发动 涨到88块9 35% 我知道 很多分析今天都不讲传奇了 投资朋友 来你仔细看 今天很多投资朋友 300多张买在88块以上 300多张 光是到今天80块半 你知道吗 你没有我的资讯 你买在88块的 光是今天差了7块半 88块到收盘80块半 差7块半 可不可以留 还是要赶快卖掉 你知道吗 从这里 65块6 66块买进 到88块9 这一段的涨势 差了多少 不要说65块6 说66块好了 到88块 你买的价格88块 1张22 10张22万 这个差距有多少 今天你买在88块 收盘80块半 哇 7块半 10张7万5 那个差距有多少 顾问费真的没有什么 投资朋友 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 过去你看到 冰川光红 我在推荐的时候 市场没有人推荐 那么 这个月我讲传奇 11月8号开始 一路推上来的时候 市场分析 看到很多大涨的 都有了 那今天一震荡没有了 谁最具有实力 是我马老师 而且我跟你预告 接下来 重点是在下礼拜 你说这些股票 这是这个礼拜 11月份大涨的标的 这些股票大涨了 你如果追高了 要不要出 拉回来 要不要买 你该怎么做 这才是关键 对不对 那如果还有新的股票 它是一个大底结构 刚刚完成 大盘占上了9000点 指数大盘回到9000点 我说我选的股票 不要讲的太夸张 相对是在大盘5000点之下 5000点之下 你说这个机会 你要不要掌握 那么大盘指数 你还是很担心的 我选的股票 是5000点之下的相对位阶 你会担心什么呢 刚刚开始转强 真的很多好股票 同事朋友 上上礼拜台胜科 大涨34% 上礼拜 到这个礼拜 富保 这个礼拜 富保大涨的时候 我也告诉你 礼拜二 涨停板 卖掉 那些买1338张 29.55的 不是傻瓜 到今天 31.75 他们又赚了2块2 光是这几天的操作 24% 甚至投资朋友 你看到震达真正跌下来的时候 你不敢买 涨上去了 今天25块以上好多人在追 追了以后又被套下来 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这才最重要嘛 更何况 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 你都知道 你自己都感受到了 你的股票 好像不会涨 好像弹不起来 好像还要会往下拉回 要不要换 其实你的心里 百分之六十 都已经告诉你自己说 要换股票 然后你看到 马老师推荐的股票 真的很强 我一开始我就告诉你 我的选股 跟你的持股来做比较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大盘 表现的期间里面 你想 谁会比较强 我先不要讲 过去的光红冰川 也不要讲 11月份的一个 这个传奇这些 我再跟你比喻重点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盘式选股 我可以告诉你 我选的股票 真的很专业 真的是一个 大抵完成的结构 刚刚开始发动 你如果有资金 要做进场的 我建议你 不要去替外资抬轿 不要去买 外资的这些高全职股 外资还是在调节 但是在低档 刚刚发动的 他们会拉这些个股 然后呢 外资 去倒他的股票 你可以拭目以待 最重要的重点 我在节目上 我也跟你说过 我不是叫你看节目 替我会员抬轿 我说过 我公开我的操作 公开我的个股 不是要你看我节目 抬轿 我是有做才说 同时 我要让你学会方法 怎么样的方法 这些个股的隐形冠军 基本上 都是一个大抵结构 站在一个公旗发动点的位置 绝对是中长期相对低档 不是说大涨五成一倍了 才叫你去追 我连节目上公开的股票 我都告诉你 我不要你替我会员抬轿 我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是不是 那么 什么叫做台股的隐形冠军 什么叫做台股的隐形冠军 这个方法怎么做 很简单 今年大盘指数涨了1772点 外资拉那个指数股 台股很多股票没有涨 你都知道 甚至很多股票从高档年初 一路跌跌了五成六成以上 有赚钱 只是获利稍微下滑一下 外资就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资金集中在指数股 那么指数股涨到这个位置 我也不叫你追 但是很多真正有获利 有竞争力的个股 它的股价在一个大底 刚刚完成的发动点 这个攻击发动点 就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一般技术面的讲法 叫做主身段的发动点 那么这个位置点怎么做呢 来 你说马老师 7月底8月初的时候 我讲冰川 冰川是不是相对大盘 大盘3955的时候 它的股价才在3955 12块多 12.75元 是不是一个4000点的位阶 台胜科 哇我说这个五年的大跌 3955的低点 到了10月31号第一天发动 还差了快两成 这是3600点的位阶 那么传奇呢 11月8号我在讲的时候 他连光挂牌6609大盘的低点 一半的价格都不到 一半的价格都不到 是不是3000多点的位阶 你说会不会涨上来 真的你都看到了 你都看到了 真的强攻 基本面 技术面 马老师 你最关心的 不是这些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有没有类似这种5000点 4000点的位阶 刚开始发动 我马老师真的很用心 我一直替我会员 找权这些个股的机会 不是带你去做指数股 这些关键重点 来仔细把握 你看大盘 连涨三天 指数回了9000点 3955涨到9000点 是不是涨了1.3倍 1.2倍以上 我选的股票 这是大盘3955的位阶 今天呢 刚刚回来 回来一个3955之上 大约说多一点 4500点位阶 更重要的 你仔细看 它是8年的下降压力线 8年 这8年来 一路盘跌 一路盘跌 出手点到了 这是技术面的观点 这是位阶的观点 再来 波罗迪海指数 今年从290 暴涨3倍 它是受惠股 它是受惠股 调车朋友 你仔细看 是不是这个机会 从290到礼拜四 1231点 是不是大涨三倍 你再回头看看 我讲的内容 第一个 它在大盘位阶 4500点的位阶 第二个 技术面下降压力线突破 第三个 波罗迪海指数 今年大涨3.2倍了 它是受惠股 可不可以做 相对大盘安全 技术面开始转强 大抵完成 8年的下降压力线 才刚突破 我不要让你追高 震荡压回好买点的时候 我带你进场 不是很好吗 下礼拜一礼拜二 这两天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你一定要把握住 我不希望说 你看到股票 马老师我猜到了 这是哪一档 然后自己赶快去试驾追 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盘式的架构 就好像钢铁股 来 礼拜二 真的美国钢铁 美国的合纵钢铁 大涨了68% 我讲这些利多 有没有 到了礼拜四 它的价格 又在创新高 礼拜五的早上 又在创新高 川普当选之后 大涨七成 七成 你说受贿的一个川普钢铁人 股价今天回来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你告诉我 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下礼拜一有很好的建场点 这个隐形冠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节目结束之后 再开放两个机会 我不希望有太多的名额 让整个市场包袱的压力会增大 只有再开放两个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 好好利用中场的资讯 马上回来 我摸嘴可以打 摸嘴可以打 好 你累了吗 保利达蛮牛 精力出货 保利达蛮牛 基本面技术面 球马面 今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个股操作 专做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投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 他不但可当行销企划 又可当公关秘书 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 更可当采访记者 银1111有多种履历 凸显它多元的才华 更有一分钟动履历 第一时间展现您的光芒 1111人力银行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经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个股操作 专做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投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2578-3777 02-2578-3777 儿子爱吃肉 老公爱吃水果 婆婆爱吃菜 我用翠绿鲜 带给家人满满的爱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经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个股操作 专做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投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2578-3777 02-2578-3777 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HCG厨房无保 一样的不能少 超强火力又节能 大火炒菜味道好 油烟一点都跑不掉 煮这不怕口口扫哦 晚拍洗好买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 走 煮整缸 我们去生幸福 放轻松 造车有HCG 行行都不舒适 厨房无保 HCG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牌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盘式架构 投资朋友你这个礼拜你又看到了 我马老师锁定的股票真的又大涨上来了 但是我也告诉你说 你看到股票强势你才去追的时候 就像礼拜五的传奇 你追在88块的 哇 今天收完盘你心里好紧张哦 你没有我的资讯 你没有我的偷讯的时候 投资朋友请问 今天从88块9 不要说88块9 88块很多投资朋友 有几百张 到这里 七块半 十张七万五 二十张十五万 差距差多少 我说资讯的价值绝对不是叫你去追高杀低 因为在上个礼拜二 美国还在投票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说锁定 传奇这档股票 这个机会 稍纵即逝 第一天发动 甚至到礼拜三 11月9号 我还告诉你说 拉回来 掌握买点 到今天 最高88块9 35% 35% 我不会跟你强调说 一百万又赚了多少 但是投资朋友 你知道 这些强势的个股 真正在刚开始发动的时候 为什么我是能够 第一手时间能够掌握这些动态 这是专业 这是方法 绝对不是用懵的 就像台胜科 真正拉回的时候 我之前也给你看过抠讯 大盘跌两百点 跌两百点的时候 进场买 涨上来 哇 真的好快 34% 你看到富保 市场上没有人推荐的时候 我再买 富保呢 你看到股价 来 礼拜二 买进 礼拜二 供到涨停板 我告诉你说 1338张 涨停板卖的 不是傻瓜 买的不是傻瓜 我先做调节 做价差 富保 在 礼拜二的尾盘 我再买回来 我再买回来 昨天跟你讲 我看好理由是这个 获利 获利 EPS 3.34元 3.34元 结果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继继续涨 礼拜五继续涨 买在29.55元 是不是也赚了2.2元 我都告诉你了 拉回买 24% 当市场投资朋友都很害怕的时候 我一次一次的让你做验证 还包含了政达 市场上压回来害怕不敢买的时候 我带你进场 今天反而很多投资朋友 你追在25块以上 追在25块以上 收盘24块1 你又在害怕了 为什么不买在这里 涨身上来快两成 你才在追在这里 这个就是资讯的价值 就像很多股票 它刚刚开始一个大底完成发动点 我第一时间带你进场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我再举个例子 来我让你看一档股票 我今天出手的 仔细看 这档个股 净值三十几块 净值三十几块 结果股价呢 净值一半都不到 你说这是一年的大底 一年的大底 从来没有突破 今天突破 一年大底 刚刚开始突破 不是收涨停板哦 你看还有上影线 没有收涨停板 还有它有上影线 刚刚突破 量开始增加出来 可不可以买 你告诉我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同一个时间 未来行情反弹上来 涨上来的时候 你的股票涨得快 还是我的股票会涨得快 这些利多点 我都替你掌握好了 隐形冠军 再开放两个机会 再开放两个机会 想跟上的一定要把握住 我不希望投资朋友 你每次看到节目 好像很多股票 哇电视节目老师有讲 然后那大涨了 才去追 操作绝对不是这样 我说过很多次 大涨的股票要追 是在它拉回洗盘点 去做进场 而不是大涨 涨两层涨三层涨四层 你才来去追 那是替人抬轿的 对不对 我相信你也很认同这个观点 那重点是什么股票可以做 老师朋友 我讲的隐形冠军操盘数 这是专业 市场上别人没有我这个方法 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也跟你讲 什么讲位阶啦 讲那种相对低档刚开始发动 那不是跟我之前讲的内容一样吗 我讲了几个月了 我说这个盘式架构里面 很多好的个股 不是说今天涨停板 然后跟你讲 明天涨停板没有了 又换了 那叫做短线 追高杀低 不是真正的破断操作 不是真的要帮你获利 真正要帮你获利的 之前你都看到 过去别人都在学的 涨上来在学 不是在低档学 冰川 我说四千点的位阶 是不是大盘3955的时候 他的位阶在大盘3955的位置 这是3955的位置 同样的 十月底的台胜科 连3955的位置都还没有到 后来真的大涨了 传奇11月8号 上礼拜二 我在节目上所说的时候 6609最低点的价格 一半都不到 3000到3200点的位阶 结果真的 从11月8号推荐涨上来 最高了35% 我不希望你今天去追在88块上面 股价该怎么做 你如果今天追到88块上面的 真的你更要把握机会 不要说追上去了 你很害怕 跌下来了又在杀低 千万不要这样子 顾问费用真的没有多少 整个行情走势 我说你要的是 类似像冰川 像光虹 像传奇 它的股价相对大盘这8年时间里面 还在低档 低档股票很多 但是谁能够在低档 刚刚开始发动 开始往上做强攻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真的买了不用等 要等不要买 如果它不涨就把它换掉 你手上的股票不是很多是这样子吗 你手上股票不涨是还跌的 更要换 让我来帮你 来 这是大盘 今天的位置 9008 9000点 大盘涨了1.2倍以上 结果呢 8年 8年下降压力线 才刚开始突破 扑罗迪海指数 大涨3.2倍 它是受惠股 底部的位阶 4500点 技术面刚刚突破 产业本业的题材 BDI指数暴涨3倍 它是受惠股 你看看BDI指数 是不是真的涨了3倍 可不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 稍纵即逝 最好进场点 我估计在礼拜一 最半是礼拜二 好的 点位 隐形冠军 特工队 再开放 两个机会 再开放 两个机会 好好把握 这个机会 中场资讯 非常的重要 也祝投资朋友 操作准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特别有加证据 刚知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正面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今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个股操作 专座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头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高雅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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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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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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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